大家好,我是雪梁 今天要帮大家介绍的是Baron Rose 一款非常特别的联名表 它是跟日本潮牌Batsing App 共同联名推出的 BR0392 Batsing App联名款 Batsing App这个品牌 我相信许多潮流爱好者 一定对它不陌生 它非常擅长结合各种 军事风格的设计元素 尤其是迷彩 像这个圆人迷彩 就是它非常标志性的 一个表现风格 其中你可以看到在这个 非常有趣的色块结构之中 它就巧妙地把 圆人的头像藏在 这些色块之中 远看就觉得很好看 近看你就会觉得 不自觉会心一笑 这是它设计上的特征 这一次共同联名推出的这款表 你可以看到外盒 打开内盒的部分 皮面的质感还是非常好的 打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呢 它有非常好几个夹层 外面这边呢 它有说明书跟它的保卡 里面打开第一层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表的本体 不过这部分我们先拿起来先放旁边 因为底下呢你可以看到 它还有这个 它的这个尼龙布 魔鬼毡的表带 这就是非常的军事风格 那另外它的拆表工具呢 也都附在里面 那表的本体呢 我们终于进入主角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42毫米的表径 那依然延续所有Baron Rose 经典的设计风格 这种造型呢是源自于 飞机仪表版的设计 那虽然简约 可是呢却非常的有味道 我看到很多这个网站呢 都喜欢以这个造型 当作他们桌面上的时钟 那可见它的经典风格是 非常这个深入人心的 那这一次呢 它采用的是黑色的 这个陶瓷表壳 那陶瓷表壳呢 具有非常强悍的高硬度耐磨性 那刚好呼应这种军事风格 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整体是有点分量 但是又不会显得太过厚重 那佩戴在手上呢 这种深邃神秘的质感 再加上这个迷彩风格的面盘 就显得非常的与众不同 那另外在表带上呢 它也特别把这个 Abbasingab的这个图样呢 也做在这上面 那另外当然最有特色的 还是它的面盘 它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三明治式的夜光的面盘呢 中间呢 成为它的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方式 那什么叫三明治式的面盘呢 这就是早期的时候呢 因为那时候的夜光涂料 并不是那么理想 所以呢 最好的表现方式就是 在这个面盘底下呢 先做一个金属的基底 然后上面呢 把它均匀的涂附 夜光涂料之后 在上面做这个 镂空的这个刻度表盘 那下面的夜光 就可以很容易的透出来 我们就看一下 它夜光的表现方式 我们先把灯关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在低光源下呢 还是它的夜光的部分呢 就显得格外的亮眼 格外的强眼 绿色的夜光 这是它的 刚好也呼应军事风格 这一种 非常 易于阅读 但是又 具有这种神秘深邃的感觉 这是它夜光的表现 好 那另外呢 当然它还有一个 刚刚一开始就提到的 最大的卖点 当然就是跟 这个Batsing App 这个BAPP的联名 所以它把这个 圆人迷彩呢 就融合这个三明治面盘 成为它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设计的特征 那在六点钟方 可以看到 这个圆人的logo 坐在这里 那十二点钟部分 则是这个Bernard Rose的logo 两个形成一个很好的呼应跟对比 那这一款的定价是在十三万两千 那全球现场只有一百支 在台湾呢 只会有一支 那据说已经有收藏家入手了 那所以呢 这一次也算是非常机会难得 能够这个千眼目睹到它本人 因为它在两三个月前 我就看到这个日本就已经发布了 但正式开卖就是在最近这几天 那最近这几年呢 顶级制表品牌跟潮牌的联名 慢慢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那每一次像这样的题材 都会非常非常非常的 那所以我相信这一款万表呢 真的这个发售到市面上之后呢 我想它的这个价位 只会不断的这个居高不下 不断的翻倍的这个上扬 那所以呢 我相信喜欢万表 甚至喜欢潮牌的朋友呢 这个联名的题材 我相信也是大家应该都需要 好好的去关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表款 好好的 好好的 感谢观看